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是 所以你一点都不孤单 我举我自己为例 怎么样子在怀疑自己 没有自信的时候走出来 就是再从小小小小的成功开始 什么叫小小的成功 你先去注意今天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你做得很好 然后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这件事情的快乐 你把它放大一百倍 然后开始觉得 其实我还蛮不错的 有一个故事让我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很喜欢讲它 他们是一群来自于州族的孩子 这群同学突然想说 每一首歌有可能就会哼个一两句 好像没有办法唱完完整的一首歌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 突然间有一种 对耶 怎么会这样子 一个惊讶这样子 所以他们跑到了这个图书馆去找一首歌词最短的歌 那刚好遇到这首歌叫做Sakio 是周祖宇的欢乐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跑出 就是开始去部落里 去问旗老 母语老师怎么唱 发现只剩下一个阿嬷 还会唱这首歌 这时候这个阿嬷就说 就开始示范 然后唱给他们听之后 他们就突然间觉得 不够耶 我们应该要回到部落 再教我们的那个长辈们 弟弟妹妹们 这样子航不郎当家在一起教了一百个人 所以教完了之后 他们就觉得超酷的 我们很常会因为一个挫折 被打回原型 但是永远永远都要记得 我们还有想做的梦想 在前方等着我们 先不要放弃 再成一天 再一天 再一天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很像爬山一样 一步一步都很想放弃 但当你一步一步都没有放弃 带着自己走到山顶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 虽然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山 但是我还不错耶 我站在这个山顶 在你身上看到很多特性 热情 勇敢等等的 那先签还是先这个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我签咯 好 我签